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8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大家會否發覺聲音會更清晰和漂亮呢? 當然不是只有我的聲音啦 是因為我們的聲音系統設定又再升級了 所以這一集的質素會比先前兩集更好 上一集,袁醫生我們提及到 你知道要成為自然療法醫生 其實要具備很多條件 但現今病這麼複雜,而且醫療手法有這麼多元化 其實是怎樣才能做到一個好的自然療法醫生呢? 有沒有什麼學校是可以讀的呢? 其實在我們上次兩集所講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其實在北美洲是已經有大概有成七間的 這個是講四研制 正正式即是讀完成那個自然療法醫生的學位 在加拿大現在有兩間 一間在多倫多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第二間在Vancouver Bouchard Institut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因為很多時候病人都會問我 我有興趣,我把小朋友進修讀醫療 有什麼學校呢? 我覺得正規的學校呢 只是北美洲這七間 在西雅圖一間叫Bastir University 在奧利根,Portland 有一間National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芝加哥有一間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 芝加哥那間也是一位脊骨神經科學醫學院 歷史很長 Kinnecticut就是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以及Scottsdale, Arizona 有一個叫Southwest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成為自然療法醫生 我建議大家可以考慮去美國和加拿大 這七間政府已經承認 是一個四年制的自然療法醫學院 醫生,我想多問一些 如果是講這些醫學院 其實他們的課程和西醫有沒有什麼分別? 在自然療法醫學院的課程 和西醫基本上很多方面都很相似 譬如我們四年內 第一年都要學基本的醫學 譬如解剖,心理學,physiology 或者診斷,實驗室診斷 或者儀器的診斷 很多基本的醫學院 和西醫學院的課程 最初兩年是很相似的 但到臨床方面 我用的工具就很明顯不同了 西醫會用開刀 手術 或者西藥物 水療、碗槍水療、電療等 即是在治療基本的醫學的常識 是大家一樣的 但到治療的手法就很不同了 當然要報讀自然療法醫學院 這四年的課程 通常在北美洲 要求你首先有一個大學的學位 即是讀了undergrad 這是一個初考叫做graduate school 即是大學以後的graduate program 跟英國制度不同 英國制度讀醫學院 通常你中學畢業就可以去讀 香港也是這樣,英國也是,澳洲也是 但在北美洲讀醫學院 通常你首先要讀了基本的大學課程 起碼有一個學士學位 才可以報讀治療法醫學院 另外,其實他們的法律地位是怎樣的呢? 很多人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目前治療法 是沒有政府沒有承認的 即是沒有所謂的 法律師好像札北藤經科 還有中醫、牙醫、秀醫 他們有認可法律地位 即是他們有所謂的監管 在香港暫時的治療法是沒有的 在加拿大 起碼有七個 province 不是所有 province 即是大部分的加拿大的大的省 例如B.C. 省 Alberta Saskatchewan Manitoba 安大利省 Cubeck 和Nova Scotia 這幾個都是有政府承認的規管 即是你要取得 license 你不是就這樣說 我是可以做的 即是香港 香港是沒有的 你隨時說自己是自療法醫生 法律上是沒有觸辦任何的法例 但很多其他國家是不行的 好像在加拿大 在美國 美國有這麼多省 都不是所有省 都有這些規管 即是有這些管制 很多省 都沒有法律管制 但都未必一定犯法 你做 不一定犯法 例如有法律承認海地位的州 例如阿拉斯加 阿里桑纳 Colorado Kennetika Florida Georgia Luisiana Massachusetts Nevada 紐約 紐約 Nord Carolina Ohio Oaklahoma Oregon South Dakota Texas Western 这些地方目前已经有合法的 政府有管制的地位 其实现在慢慢地 大部分美国的州和省 很多医生就开始要求 政府给他们一个合法的管制 有所谓regulation 的地位 所以这些州只会越来越多 袁医生 我又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都越来越听到 很多人开始探讨治疗化这一门 这么专门的医疗方法 其实为什么它会有复兴的原因 和现在复兴的程度去到哪里呢 在加拿大有一个 Fraser Institute 最近完成了医疗应用的趋势 包括1997年至2006年 关于科技在加拿大有一个复兴的医疗 根据这个研究 加拿大来说 在复兴的医疗方面 这方面的医生服务,费用方面由1997年的28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56亿元 亦都发现有些毛病,比如焦虑的问题或者敏感 加拿大人通常就会去看自然医疗多于普通西医疗 比如17%的人有这类的病例,比如焦虑病,情绪问题或者敏感的问题 17%是先看自然医疗的,或者32%是两方面都看的 就是看普通西医和自然医疗的 亦都发现81%的人会用自然医疗做一种保健的方面 就是提升健康的 你看到很明显,加拿大人起码对这方面的关注和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这个就是加拿大Fraser Institute最近的报告 看看全世界的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很多人都经常以为,好像香港的情况 只以为地球上大部分人是看西医的 就是看我们所认识的对抗性医疗 原来完全不是的 在地球上大概10%到30%的人 就会用我们所谓的西医 就是流行医疗,俗称叫西医 其实自然医疗都是西医 不是我们认识的对抗性医疗 而70%到90%的人,地球上全球的人 是在看传统的自然医疗或者领略医疗 所以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同 大部分人都是在看自然医疗 传统的医疗,就是土方的医疗 很少人只是10%到30% 是看那些所谓的对抗性的西医 好了,在美国2000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给了一笔钱 当时也不是太多,大概是6800万美元 给NIH,国家健康协会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比较6800万美元 给他们开始研究 当然这个数目当时也不是太多 但以后就开始越来越多 就算美国医学会 也通过了一个 514的计划 他也认为鼓励美国医生 多了解学习和参与自然医疗 和另类医疗方面的研究 不单止政府 和美国医学会 都希望他们的会员 多了解学习 这方面的自然医疗方面 好了,再给你们更多数据 在美国来说 10个美国人有一个人 是经常采用脊骨神经科医生的服务 在1993年 美国人用在草药方面的药 花费了大概13亿元 那这个呢 就是多少呢 大概是美国人用在 就是那些安眠药方面 大概10倍以上 就是用在草药方面 好了,那1991年 美国人是帮衬 帮衬所谓非流行医疗 即是非一般认识的西医的医疗 服务 他们那年是帮衬了 4.252万次数 那这个是多少呢 原来竟然是多个美国人 去看普通科的西医 我叫做 first contact physician 即是美国人看医生 通常就要看普通科 家庭科 或者内科 叫做first contact 再看专科 要他们介绍 即是可以看 在1991年 美国人是看另类医疗 陀下治医疗 传统医疗 是4.252万次 而美国人当然 去看那些所谓 一般的普通科的西医 只是3.8800万次 即次数应该是多 一般的西医 好了 在同年 他发现 每三个美国人 有一个美国人 都用这些自然医疗工具 在那12个月里面 他用多少钱呢 他用的钱大概是137亿 即13.7 billion US dollar 用在自然医疗方面 而大部分这些钱都是自己 鸿河包的 就是现疏工具 很多都没有 cover 政府都没有保健 包括自然医疗 所以这笔钱 即13.7 billion US dollar 137亿 百分之75 美国人自己鸿河交易 去给钱的 在Fortune 500 500 头的公司里面 Top Top Company 里面 他们都已经有百分之十二 这些公司都包括 就是那个保险里面 他员工的保险 都包括是另类医疗方面的 而这个到1996年 这个数字 已经升到百分之十八 即美国的五十五百大公司 百分之十八 都有员工的医疗服务 都包括他们可以 给他们采取自然医疗的 都很多数据可以提供到 那袁医生 我想问一下 其实世界上 就是有些比较文明的 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怎样看 不同的国家 怎样看自然医疗法 这个医疗的方法呢 我刚才所说 其实全世界 可能百分之九十个人 都要看自然医疗 或者传统医疗 或者民间医疗 当然原因很简单 因为西医的医药费 那医药费是很贵的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甚至第二世界国家 很多时候 他们根本不能负担 这些金黄贵的医疗 那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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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其他国家 所谓叫西方文明国 其实他们最近来 人口的比例上去看 看自然医疗或者另类医疗 其实数值都很高 例如法国来讲 法国百分之七十五个人 很多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个人 都看另类医疗 因为在法国 弄法的同样都很 common 很多医生都用 包括西藏 他们都用很多同样的方法 美国最近的数据60%的美国人都看自然医疗 加拿大50% 澳洲48% 在Belgian40% 之后看到不是一般香港人所知道 其实很多西方文明国 差不多是一半以上的人都在看自然医疗 你看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人们会转态呢 来看另外的医疗方法呢 很明显就是现在的疾病的质素是不同了 以前的病是传染病 当然抗生素或者特效药很有效 但是现在的病很多时候是慢性的为主 慢性病呢 其实现在的西医根本上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看看现在的健康状态去到哪里呢 好像在澳洲有一个研究 那么他发现呢 即是将来的那个趋势呢 那个疾病的趋势呢 他那时候是1994年说的 他说现在这个趋势如果持续 7年再次做下去呢 那情况会变成怎样呢 他说呢 8分之35的人呢 如果是50岁之前死的人呢 是会死在癌症 即是50岁以下的人呢 他病死的 多数是8分之3是死在癌症 8分之30呢 会死在心脏病 8分之15呢 是会糖尿病 或者呼加系统的那些 那些后遗症啊 导致肺炎啊 之类的 8分之10呢 是死于器官的衰退 或者或者破坏而死的 那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 所谓预期寿命呢 我经常都说 现在的人越来越长寿呢 根据这个这个研究呢 发现呢 很快呢 那个预期寿命呢 会一路一路会减的 那么他们的那个预测呢 那么他说呢 到那时候呢 有能够活过百分之 活过60岁的人呢 可能会少过百分之15的 那一半人呢 一半人的人后呢 是长期呢 是患有这些 所谓的那些 慢性病呢 是和呢 就是不会好的病的 那一半人呢 是说一半 就是30岁以上的人呢 有一半呢 是会受这些 这样的疾病呢 是纤扰的 那这个是一个 澳洲最近的那个研究 就是说呢 慢性病的趋势呢 是越来越多的 那我也都提过了 那慢性病呢 根本是西医是没有得医的 那你药的库座 也很严重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大效药 大效药 大效药 那以前 然后我们好在有大效药 所以这些病呢 以前那些这样的 传染病啊 西区感染病呢 全部受了控制了 那多谢这些大效药 那知道了 根本是一种病毒性的病呢 那西医根本是没有大效药的 那所以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可怕呢 就是遇到这些这样的 常呼吸系统的非典原肺炎呢 在西医里面 那么疼 那么疼 就是那么害怕 根本是没有大效药 对不对 那所以 便当他遇到这些情况之后呢 就用了那些很重的其他药啊 那但那药对那些病人 这个问题 就是没什么 没什么效果的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 香港当时的 是沙士死的人数 是全世界最高 因为香港用的医疗的手法呢 是用一些很慢的那些西药啊 类固醇啊 黎巴韦临啊 抗生素啊 那这些是导致那些病人死的原因 就不是死在那些病那里的 嗯 好了 那你看回日本 我刚才说 就是现在这些慢性病 那么促手无策呢 那其实不是就是欧洲国家 那么最近呢 日本呢 在2004年呢 我在亚洲周刊呢 无论之间 8月份 8月1号呢 就第一篇一篇文章 在那一期那里 那里 原来呢 是说日本呢 最新的一个白皮书 就是那个厚生散 厚生散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卫生署 那他说呢 在日本呢 那个 那个医疗费用呢 是最近然不断地上升的 那已经超过了三十亿兆 七三十一兆亿日元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数字 因为一一兆亿呢 就单于一百万的一百万 那这个提到是一个很强大的数字 那仍然呢 能够医治的病呢 都没有 就是跟以前为止一样呢 就是一份之一的病呢 是医得到呢 其他五分之四 就是八分之八十的病 是根本都医不到的 那就是看到那个 这个问题性呢 就不是只是 就是不是只是 香港啊 澳洲国家 很多政府应该 很多这方面的报告 是指寻出来的 好了 世卫呢 世卫又怎样看呢 那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看到了 可以这样说呢 慢性病的那些问题呢 是怎样形成的呢 就是不是细菌啊 不是病毒啊 不是病毒啊 之类的 其实我们说呢 现在万民人的病呢 大部分呢 是百分之六十呢 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 做出来的 就是你长不长受呢 将来的关键性呢 就是视乎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饮食习惯 就是你自己的行为 做到 导致你自己的健康状态 只有百分之十五呢 和那个遗传有关的 那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呢 和我们社会的环境呢 和医疗服务呢 那就是你能看到呢 医疗服务社会环境呢 是只是佔 我们那个影响呢 只是佔四分之一而已 那如果我们整个 整个现在的医疗的趋势呢 都是想着呢 就是改善医疗服务啊 扔多些钱下去啊 那其实呢 最终你要看到呢 世卫都认为呢 他改的是改不了很多的 因为大部分的问题呢 都是自己的 每个个人 是自己的 就是那个生活 饮食习惯是导致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呢 那个 就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现在医疗呢 就是用多多钱都不够了 那为什么呢 现在呢 其实越来越多人 开始回到传统医疗 这个医疗方法呢 医生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我刚才说呢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 那个 所谓西医的出现那些问题 他们很关心 那些什么问题呢 那最近有一本书呢 这本书呢 叫做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那作者是一位西医 来的 那又刚刚呢 那这位作者 是我同学来的 我以前在加拿大 在百年年代早期呢 那我就 那我就 他和我一起 读 同学療法的 那原来他最近呢 他有一次呢 在电台上呢 就是说那些 关于健康的方面 那些 那些资料 那他就开始批评 那些白糖的问题 OK 他是公开讨论 那些白糖的 因为现在很多文明人病 那病的 真正原因呢 和我们那些 进食的糖有关的 那结果呢 糖厂的势力呢 就去批评 在那个医学会那里呢 就是投诉他 那结果呢 他医学会呢 就和他打官司 就是说他不应该干什么 那结果搞到 后来呢 竟然想脱掉他的医生牌 因为他只不过 他只不过在电台上呢 在电视上呢 是讨论有些节目呢 是说那个 就是那个食物方面 那方面 糖的问题 那你看到呢 就是现在我们 就是控制我们呢 很多时候药厂的势力 食物公司的势力 很厉害 那结果呢 就被加拿大医学院 脱掉他牌的 那当然呢 他一路之下呢 就慢慢地 就将这些医学的问题 就很有系统地 揭露出来的 那在那本书里面呢 其中有个资料呢 是根据美国医学文献那些 那些数据 就是他不是就这样推测 那只是实实在在 加上那些数据 就是这本 这个医学文献 这个study 是讲讲讲 譬如那些人是死在那个 每年死在那个 入医院里面的感染 有多少人死 那有10万人呢 是死在医院里面 吃那些西药的副作用 有多少人死 那有些人呢 就是因为可能 创悟的医疗有多少人死 有些人不是错误的 在医院里面住 因为营养不良 导致他死亡 好了 那他竟然发现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 是跟我们以前想的 没想过的 原来今时今日 在美国人呢 导致美国人的死亡原因 是最主要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个 真是要请教学医生了 是西医所做的事 就现时的美国的医疗系统 是成为美国第一大杀手 那你说死多少人呢 每年 差不多是每年死在 七十八万三千九百三十六人 是死在西医的手上的 很震惊 你猜不到 真的 那你说其他病 比如心脏病 中风 心脏病中风 加上 美国大概有 六十九万九千六百七十九十七人 是死在心脏病中风 加上 写起癌症 每年在美国 写起癌症 是五十五万三千二百五十一人 但是呢 第一个杀手 不是癌症 不是心脏病 不是中风 是现时的 这本书的中文版都会有 好 但是现在呢 你们可以看过英文 原著 Death by Modern Medicine 也有其他事 例如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 《What doctors don't tell you》 这方面的书 我觉得有些已经翻译了 例如 另一本 《Secrets of the Drug Industry》 《药物工业的秘密》 另一本 《医疗黑手党》 《The Medical Mafia》 其实这方面的书 其实 英文书很多很多 我手上 起码有几十本这类的资料 中文书 我最近都发现 在台湾很多这方面的翻译署 都差不多有十本的 就是揭露现时的医疗 那个问题 那个真相 嗯 那我们其实 怎样可以 做到一些预防的方法呢 如果既然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就是所以 自然医疗医疗很强调 就是预防性于治疗 那所以呢 其中一些人呢 真正知道 很多这些病 是预防到才有效的 真的有事起来呢 譬如 如果真的发现有癌症呢 可以这样说 那么多三十年来呢 癌症的死亡率 是未改善过的 大部分的主要癌症 是未改善过的 那当然呢 最重要的是 有些什么预防的方法 那这样 那在自然医疗呢 即是很强调 大家即是直觉上都知道 自然医疗呢 很讲求养生啊 这方面的 那所以呢 这个也都导致那些人 慢慢的 是趋向自然医疗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 有病就医病 无病就防病 以及增进健康 那好了 那有时问 那什么叫做预防医疗呢 那什么叫做 可以减低疾病呢 那传统的智慧呢 就想着 成年人呢 定期去检查身体 那如果小孩呢 就打针 打成二十几三十几支针 有什么病呢 就用预防呢 就是打针 打预防针 其实呢 问题呢 真真正正的体度呢 我们打了针 打了这么久呢 小孩的病是没有减减的 反而越来越多 那么近来呢 就出了一种 叫做自闭症 那个Octisum Octisum 在外国已经有很多资料呢 就已经证实 是和疫苗注射里面的水运有关的 那美国已经有很多官司 已经进行中的了 是个个的药厂呢 是搞到 用这些这样的打针 是令到小孩出现自闭症的 那当然坊间呢 有时也听到 哎呀不是呀 有个研究发现 不是的 真正不是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 有兴趣去了解 背后的真相呢 其实已经很多资料 已经证实了的了 但当初呢 大众传媒呢 就会已经帮药厂 来抵烂这个事实的 嗯 那有人会问 那到底 原来 打针是没有效的 那检查身体有没有帮助呢 有些人就 我定期去 去泰国 平平的 又度假 又全身检查 那样 原来呢 在美国有一家 有家验疏公司 是美国最大的验疏公司 是Predential 好像英文中文叫保证客 原来他做过一个人25年的研究 他将几万位受保的顾客 有几万个 就叫他每年定期去检查身体 即是保险公司就给了钱了 总之你去做就行了 另外一组几万的顾客 就有时去看医生 有时给钱你去医 保险公司cover了 好了 他就比较这两组人 25年的结果 发现 每年检查身体 以及有病 他才去看医生 两组人的患病率 和死亡率 是没有分别的 真的 那么奇怪 对 没有分别的 就是他 中招患病 和死亡数字的比例 没有分别 你猜猜他原来 你试一想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实际数字 是 那你怎么解释这个数字 真的 我真的不清楚 因为 应该有很大的分别 我总认为 预期应该 预期应该 预期就是想着 是吧 你定期检查身体 你应该 患病率会少 死亡率会少 但结果完全没有分别 那么我们解释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这个是事实的现象 那么这个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是这样 第一 我们现在所用的 所谓的检查工具 其实他就叫做 他就不是真正预防的 你到时候也有照肺 照预防做X光照一下他 或者做子宫目颈检查 其实这些不会因为做这件事 而令你患病的风险减了 明白 就是 你明白 我到时候也是检查 那 不会检查这个步骤 会令你减低风险 对不对 所以他所谓的预防 其实是在说及早发现 其实做这件事 其实最终就是 我可以早点发现 原因就是 为何早点发现有什么好处呢 早点发现了之后 你可以去及早治疗 那就可以令到你这个病 容易治疗 癌症 例如早期发现 那个治愈率 会比美其发现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 我说最终的死亡率 是没有分别 很明显 第一 这个不是真正预防 但第二 当你发现的时候 其实 你都不懂得医 我发现 我当你及早发现 你的预防有个肿块 或者什么 那你去割了它 或者去用某种方法医 但最终最终 那个医疗的效果 也是无效的 虽然 你可能早点割了 那他可能 捱过五年 那个数据 多了 但最终最终 可能第七年 第八年 第十年之后 他仍然会 癌症会复发 最终也是死亡的 那个数据 没有改过 明白 只不过 你早点发现 早点治疗 那你就捱多些 捱多几年 那你就过了五年 那个框框 因为五年之后 就叫好了 你大六年死了 都说你好了 但那个数据是这样的 他不会看你一世 一世 如果一世 这个数据很难做 通常他五年就做一个标准 那就是说 这些这样的每年检查身体 第一 找到 都不是这么做 都是太迟的 很多时候 第一次找到 已经说第四期 你都不懂得治疗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这些现时 一般人想的 所谓预防 防止病毒 是没有效的 那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知道 绿色运动 令到我们的人 对环境方面 就是很关注的环境 那其实开始有些人都看到 我们外面的环境的污染 以及我们将很多的化学药 是伏食到身体那里 用很多的化学药 就是看到药 经常有个骷髅头 在标签那里 就是毒药 那其实我们不断的 用这些化学药 是毒害我们身体内部的环境 那加上绿色的运动 这些开始关注 所谓有机的食物 我们那个生态的环境 那从而出现了 我叫做Green Pharmacy Green Pharmacy 就是传统的利用 那些绿色的医疗方面 那医生说 其实互联网现在这么发达 其实帮不帮助 自然疗法复兴呢? 非常之重要 因为有本书叫Freakonomics 这本书大家都知道 《苹果魔鬼的经济》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 它们提及 叫《资讯不对称》 就是我们过去很多人 因为你没有这个资讯 别人有你就没有 但互联网这个平台 我们叫做Equalizer 就是全部 将这方面的专家 不专家 全部都已经帮你取消了 好 好精彩 这一部分 好 多谢袁医生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和大家 分享多些自然疗法的厂情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K 欢迎大家又回来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Anya 多谢袁医生 再和我们分享多些关于自然疗法的方法 袁医生刚才提及到 互联网也帮助到 例如想找些什么药 可以上网找到 但是刚才也得到很多资料 知道西医可以说是一个第一杀手 其实是意想不到 其实香港来说 尤其唯一一种医生 就好像是西医 但其实听起来 他的副作用力很大 而且其实不是那么多病 他真的能够治疗 但为什么西医还可以说 江湖地位这么高 以及垄断势力这么厉害 他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件事 你也看到了 方家常常有这种争论 西医经常以为 他们才叫他医生 医生是他们的专称 而其他医疗是不行的 脊骨神经科不能叫医生 那个自然疗法不能叫医生 其实外面很多的机构 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香港人不知道 其实已经有个官司 在法庭上已经决定了 其实西医的称号 不是他们的专称 其实医生有很多方法 很多类的 比如脊骨神经科医生 自然疗法医生 中医应该是中医生 但是因为这样的势力 令到人们以为是不可以的 我们曾经打过官司 在医院那里已经打赢了 我们自然疗法医生 是医生 不是只是西医 是医生 你说这么差的医疗 疗效这么弱 日本的白皮书说 五分之一的病医 只有五分之四 根本都医不到 还有美国的研究发现 原来他第一大杀手 有七十八万九千多人死在西医 但是一般人就想医生 医疗只是他的 香港的医疗制度 除了西医之外 其实中医根本门针部 是很少很少的 可以说他是垄断了整个医疗市场 你会问为什么 他用什么 这种现象 如何达到 可以成为主流医疗呢 其实很简单 他用几个手法 第一个手法 他永远就说 要保护大众利益 要保障一般消费者的利益 于是他用这个大前提之下 他就成立了很多医学的条例 其中一个就是不良医学条例 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Undesirable Medical Advertisement Ordinance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Anyan 你说了 是什么来的呢 我只用字眼上去看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你估计这个法律 内容应该说什么呢 你想想想 针对一些他们认为不是西约的东西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嗯 那条例你估计应该是在做 就是说什么呢 不良医药广告 就是对一些广告 对一些药物的宣传 或者广告上 会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这样看条例的名字 一般人会想到 就是说你不可以做些广告 那个是假的 就是做些卖假药做广告 你不可以宣称 有些医疗的工具 医疗的药物 是可以医到某种病 因为它是没有科学根据 一般都会想的 就是你未经科学证实 未有真正的资料证实 这东西是有效的 当然你不可以买些所谓假广告 是吧 那就是一般人一看 一看条例 就说当然了 这个当然不应该 是吧 你卖假广告 就是那些没有科学根据的 物质的广告 那就误导别人了 是吧 好了 那你看回内容 内容其实不是这么说的 它总之说 一大串的东西 就是你不能够声称 你的某种医疗服务 或者某种的工具 药物呢 是可以处理舒缓 然后一大串的那些 那些所谓身体健康的问题 那差不多 医学书上那些 那些95%的病 你都不可以说 可以有东西可以医得它 或者有服务可以医得它 就是这么多 That's it 它不是说 如果你没有证实是有效的 你不可以说 总之你是不准说 即是包括你证实是可以 都不准说 这个就是 那条例的内容是这样的 和那个原意是完全不同了的 原意就是说 如果你有些东西是没有证实的 那你做些假的广告 现在不是的 你证实的东西 你说的东西是有科学根据的 即是你不是做假广告 你都不准说的 都不可以做广告 那其实这个这样的 这个这样的条例 其实最最 即是达到它是什么目的呢 是令到那些人 没有办法 是有机会 是有机会 是认识到有效的医疗方法 是吧 因为广告说 就算是有效的 科学证实的方法 你都不可以买广告 好了 那西医要不要买广告 西医不用自己买广告 因为整个社会风气 然后政府都大洋 然后推荣他们 有什么病 都是用他的方法 沙士病 只是他可以医 所以医死人最多 连续用中药 什么都不准 那西医根本就不需要买广告 因为他差不多在江湖地位 是深入民生的 一般人都以为 他们是唯一的医疗方法 而其他的医疗 因为这种所谓 不良医略广告条例 是令到其他的医疗 就算是科学证实有效 你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宣传 所以这是一种封闭医疗 自由选择的条例 这个不是叫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这个条例是封闭医疗 资讯的条例 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这个 当然他说保护消费者 不要被人受的假广告是误度 但那条例就说 真的广告都不准做 好了 第一 第二样东西 我们也看到药物和毒物的条例 好了 你知不知道 香港的药物和毒物的条例 是如何来定义什么叫药物呢 什么叫做药物呢 会不会都是需要一些科学根据 有些数据证明 他真的对某一种病征 可能有一个抑压的程度 或者作用才可以当作药物呢 药物的定义 基本上有三个层面 任何物质可以进口 如果能够医病 处理疾病那些 药物就叫做药物 或者任何进口的东西 能够更改你的身体系统功能 physiological effect 那就叫做药物 这个就是药物的定义 好了 如果你喝杯水 你口渴喝杯水 会不会更改你的身体系统功能呢 physiological effect 然后effect 会 会的 那就是说你吃药物 比你吃柠檬 那柠檬是可以预防什么病 和医治什么病 可以那些坏血病 scurvy 那这个是事实 是 好了 而根据我们这个 这个条例的定义 因为柠檬是药 你喝的那杯水是药 你吃的食物也是药 因为这些食物 水 都是能够更改你的身体系统功能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基本上 将所有的入口的东西 都定义为是西药 可以管制的 那你说 那没有可能 我们不觉得买一瓶水 也没有说 要一个D number在下面 是没有的 那我们明知道 这个条例是简直是荒谬的条例 那他怎样过关呢 他说 哦不是 如果你那样东西 是用丸状的 有粒粒丸状的 和有一个份量的 就是服用份量 那我才叫做药 这样 这样啊 他缩宅到这样 他不是缩宅到这样 他硬硬地 用另一个方法 将你食物 和那个 比如维他命 那如果维他命 你放在食物的粉里 那里 比如你加些维他命D 比如牛奶里面 有维他命D 加进去的 如果这样 这个牛奶有维他命D 维他命D 可以更改 你的血糖功能 那这个奶便是药 那他说 哦不是 因为它不是软状 它不是有粒状 那这样 你都看到 是很荒谬 就是很强 就是很强 他喜欢说你是药 就药 难道可乐婴 那粉状是不是呢 是不是软状是不是呢 粉状不是软状才是吗 那你可以看到 根本这个条例 最终的目的是 就是控制所有的 自然的医疗工具 是吧 因为你说 这个是有 有治病的能力吗 那这个就是药 那你有没有注册 没有注册 那快点来注册 你知道了 所有东西都需要注册 那注册当然了 它有权利是批准 或者是不批准的 那很多人 我们都知道 譬如有些公司 有个产品是糖 但是有多种维他命的 那它要你提供很多资料 到底这个成分是多少 那有没有副作用 那维他命没有事的 A没有事的 B没有事的 C没有事的 那A加B加C有没有事 那要做 那结果很多的公司 都放弃了 就是不会做这件事的 虽然它注册块 可能2000元 但是其他实验室的证明文件 它用了很多钱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用这种这样的 药物毒药的管理的条例 是将你所有的天然工具 都归纳为这样的类别 那给你一种感觉 哇 维他命都不是很安全的 要不然它不会当药物 那意识上是侵害我们的 虽然从来没有人写起维他命的 大多人写起细药 对不对 但是它将它都与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香港现时的 那个法例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想想 以前那些立法会的那些语言 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是这么离谱的法例 都成立得到的 好了 那最近就说 食物的标签法 对不对 其中一个食物标签法 就是说你食物里面 有五种东西 比如有多少脂肪含量 那个蛋白质多少 电粉质多少 就是你要说明这些东西 那你才可以 就是你的食物 所有叫package food 就是预先包装的食物都要这样 我心想 是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资料 是过去导致有些人受害了呢 有没有任何的资料 就是因为那些人吃的食物 没有这个类型而出现问题呢 是简直从来都没有的 对不对 你吃的东西里面有多少蛋白质 有多少碳水化 好视乎你那个batch 天然的产品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天然的产品 那个份量可能都会 不断地有少少会改变的 对不对 反而那些所谓那些 那些垃圾的那些 人工植物 那就很稳定了 成分很稳定了 只要你提到 这些食物标签法 第一是多余的 对不对 硬是令到你 以为它做一些保护消费者的 它只是令到食物 有机食物就越来越少 因为有机食物 这些类型的内容 是更加难做的 令到很多packaged food 即所谓的 如先包装的 junk food 那就容易了 因为junk food 它是很稳定的 大财团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些food labeling law 最终目的是 令到人 在食物选择方面 越来越少 小食物公司 就很快被人淘汰 有机食物就越来越难生存了 结果junk food big corporation的junk food 就会得势 所以这个food labeling law 表面就以为是保护消费者 最终最终的效果 就是将消费者的好的食物 慢慢在市场里面消失了 好了 这个香港已经出现了 最近已经实行了 通过这个条例 是有很短的时间 立法的议员 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短短一段时间 就快通过了 结果的效果根本就是 相反的 我们的食物的来源 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好了 剩下一个条例 就是食物的health claim law 就是营养产品 你宣称它可以帮到什么 这个都不准你说的 是 如果有些维他命C 可以预防伤风 或者治疗伤风 这个就是犯法的 你是不可以说任何 你那个营养产品 那个补充剂 对你健康有任何的影响 是不准说的 那大家知道了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维他命A维他命B维他命C 能够预防那些病 是绝治疗病 这是科学的事实 那他就完全不让你说的 那变成一个消费者 除非你一个消费者 都懂得去上网 去看资料 那大部分的这些 基本上色 就得不到 基本的资料 就得不到 最终最终 令到你的健康产品 营养補充剂 的销路是大大受压 那这个表面又是说 然后保护消费者 其实最终最终 是令到消费者得不到 适当的资讯 是能够自由选择 他需要的那些营养产品 好了 那前竟然 香港又走这条路 就是将那个医疗 医疗仪器的监管 Registration Medical Devic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就是说 所有的医疗仪器 我们都要注册的 是 那出现的时候 就是因为采光那个Laser 那开始的 那很多的美容院 很多的美容师 就用这些医疗仪器 他们又不够的 很多时候会弄伤人 那用这个借口 就开始就说 要行这条路 就是要管制所有医疗仪器 那其实医疗仪器的含义 很广泛的 任何的东西 就是和你的健康医疗有关 都可以当作医疗仪器 譬如Tun Depressor 这个这样的压利 这些这样的雪条棍 其实都是医疗仪器 当然它有分开四个阶段 有些就不用注册 有些就是要注册 但又不是有什么很大的规例 有些拿一些特别的数字 就不用 但结果最后 你要看到 它会认很多这些框框 目的 是令很多新进的医疗仪器 即西以外医疗仪器 它就不会被你过得关 出到市场 很简单 它说这是什么 这是有医疗效果的 是吗? 那你证实给我看 你做这些研究 你知道了 做这些研究 是几百万 几千万的事 投资很大 那这些手法 很明显 其实有一个手法 是来到控制我们消费者 能够得到这些 自己保健的医疗仪器 渠道会大大减低 那当时 我也都参与过 在立法会 我们大量是反对的 我的论调很简单 第一 有没有办法证实 美容师用的采光 激光 出现的问题 是多于西医做的 很多人去看西医 用这些采光 都双了 都烧了 我都知道很多例子 通常在庭外 来解决 赔钱就算了 那就是说 医疗仪器 不是因为西医 你用这些问题会减少 一样会出现问题 因为有些人的皮肤 是特别敏感的 就算是哪个人去用 医学教授用 都一样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些所谓的法例 是多余的 最终目的 是游比西医 有一个所谓的霸权 令到他什么都要管 包括很多工具 和他无关 又不是西医的工具 他都要管理 所以我经常都说 我们要想尽办法 千万不要让这些 无谓的法律出现在香港 暂时在英伦法律 那位作家 好像Mr. Blackstone 在17世纪 他写《Law of England》 这个作者 曾经说过一句 他说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the more law the less justice 很希望香港人 要知道 立法会那些 立法国的议员 希望不要 以为他的工作 就要立法 不断地立了很多余的法例 令到香港的公正 是越来越少的 我曾经所看到的 那几件事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药物 药物 毒物的定义 那个条例 食物的标签法 食物的营养素的 所谓声称医疗效果的法例 医疗的监管法例 现在看到 其实真正真正的目的 是控制和消灭 其他自然的医疗工具 现在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 很多不同的医疗工具 在市场上可以自由 来推广 可以选择 其实香港已经有足够的法例 是保护有些人 因为做的事是伤害了人 其实我应该有些法例 去惩罚这些活动 我需要不需要弄完 这些模糊的法例 以为在做这件事 其实最终不是的 所以我觉得最终最终的目的 是利用这些法例 表面上是为保障消费者 其实实践 实践是令到一般的消费者 医疗的选择权力 是大大被剥削了的 袁医生 其实西医就说 好像有很多科学根据 那自然疗法 其实是否会比较难有科学根据 其实他另外一个借口 就是说 我们无所谓的 你有科学证实就可以了 西医的东西有科学根据 有科学证实 你自然什么产品都好 我们不会抗争你们 总之你会给我们科学资料 表面上是很合理的 有科学证实的东西 对消费者更加有保障 大部分人不知道背后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今时今日 比如你说有一种产品或者药物 要通过了美国的食物药物管理局的关 一种药物起码是5亿元 就是5亿元 很大的 药物被批准的过程里面 完全不是我们心目中以为是这样的 基本上他批准那些资料是由药厂供应的 药厂可以将那些 譬如做了10个研究 其中有5个对药物是有 positive 的 5个是 negative 它可以选择的 只是给5个研究 positive 的研究 是成长给FDA的 而其中的 negative 是不用说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是很大很大的问题 看这个研究如何设计如何做 好了 5亿元 自然的医疗工具 跟所谓的有专利的西医药很不同 因为西医药 你研究了之后 批准了之后 外面反卖 因为你是有个专利 那你可以将药物的mark up 可以mark up 几百倍 就好像外滋病的药 其实可以mark up 几百倍 几千倍 但是自然的药物 就是因为它不能够有专利 就是天然的工具 你不可以说 我将天然的植物 拿个专利 不可以 是吧 好了 变成它的销售方面 就不可以exclusive 只是我可以卖的 你不可以卖的 变成它的利润 可以弄得很高 销路可以大 以及利润可以弄得很高 都没有人跟它竞争 但是天然的药物 我当你做了很多研究 南床方面 或者实验室里面做了很多研究 证实这件事真是很棒的 没有足够利润的钱 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结果就没有人做 是 有时候说你没有科学根据 不是说它 是证实了它是有 有是不成功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做过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 证实它是有效 或者我们也没有办法 证实它是不成功的 我们没有 没有 不是代表它不行 只不过我们没有做过 这些所谓的 所谓的临床研究 去满足FDA的要求 所以有些人经常说 你这个人没有科学根据 那是不是等于那件事是不行的 不是 因为它没有去做 可能做了之后就可以了 可能证实就可以了 只不过它没有做 那就是说 你只能够说 我没有科学根据它可以 我亦没有科学根据它不行 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是中性的 但是一般人听了之后 这些事自然医疗的事 是没有科学正实的 那一般人以为 你听了这些事 我以为就是等于不行 其实是完全不同 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们在网上 存留一些资料 就是说医医的腎病 有些人神需叫做洗腎 洗腎 你知道了 洗腎不是可以 洗完了就会好 你只不过捱多几年 那我有一次 在一个场合 在食饭局里面 认识到一位医生 这个医生 原来是神科的专家 他也很骄傲 他就筹了很多钱 整一间洗腎的中心 给那些付不起原价 去洗腎 那些比较穷的病人 他很骄傲 现在病人 可以用成本价 来洗腎 于是我就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坊间存留了一种 用七粒荔枝核 硬碎它之后 加一个豬腰的肌肉 你包住它来煲水 那翌日你喝了之后 原来对很多神病 都可以有帮助 我说 既然你做这件事 你应该试一试也好 他一口咬定 他说我们不会试 因为这个没有科学证实的 这件事我们不会试 我们不会用病人做实验的 其实七粒龙眼核 有什么那么大问题呢 不是龙眼核 是荔枝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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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叫病人去试 有时候我说 有人要洗腎 就快要洗腎 我说你用一下荔枝 当然荔枝的问题 不是季节 现在荔枝核是很小的 我经常说 你见到这些大核 你马上买了它 剥了些肉之后 就放在冰箱冰箱 放很久了 好了 坊间这个资料传了很久了 有很多人swear by it 我已经在洗腎了 我吃了一下就好了 我想 你去筹钱 都是想帮助这些病人去洗腎 我说更好的方法 用一种很简单的天然工具 令到他不用洗腎 那是不是更加好呢 他不是这样想 他都呆了我 他说 还没听过 他说不行 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 我们不可以找病人 然后交票 我说 你的目的是 处理病人的神病 你管他 洗腎也好 不用洗腎也好 用一些简单的方法 做得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更加好 既然你说洗腎那么贵 他们扶不起 所以要去一些机构去筹钱 他很愿意的 我筹了很多钱 令到很多人 不能费用的东西 但是我一说这件事 用了天然工具 他直接耍手灵斗 考都不考虑 我呆了 你的目的是 令到病人健康 你的目的不是 令到多些人 可以来你的中心去洗腎 这个洗腎 不是你的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是 令到他肾病好 完全不会考虑的 你也看到 现在医疗的人民室的程度 简直是惊人的 封闭 就是简直是惊人 好了 你说 没有科学根据 就这样解释 没有科学证实 不是代表它是 证实了是不合理 只不过 我们没有做过 所以可能做好之后 一样合理 可能一样是更加好的 你也看到 第一 一致天然的工具 利用这么低 不可能花这些钱 去做这个研究 第二 很多时候 科学研究 西药是单方的 单种物质 你可以做这些 我们叫做reductionist 就是还原科学的手法 就是你将很多的因素 还原到一个主要因素 研究这个因素 对病人有个帮助 但自然医疗 不是这样的医疗手法 我用是整体性的 很多时候 你医病 你不可以说 用一个营养素 可以做得到 最近有一个方间 在加拿大 有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方法 是医治那些情绪病的 差不多 我暂时未遇到哪个病人 用这个工具是不行的 其实是什么工具 是维他命营养素 维他命粉 为什么过去没有人研究到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过去永远说 这个维他命要单一去研究 第二个维他命要单一研究 你不可以几样一起研究 因为几样一起研究 你都不知道谁打谁 好了 如果事实上 要几样加在一起才行 的话 你永远得不到这个资料 你永远得单方去研究 比如维他命C 或者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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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一研究 对抑鬱病是没什么大帮助的 可能你不用这个 用第二个了 不是回来年 也不可以的 原来这个结论 要多几个一起用 我叫Synlogistic effect 你看到这种 还原式的科学观点手法 根本不适合研究自然医治的工具 这就是一个死结 好了 现在很大的危机就快出现了 因为现在欧盟里面 现在出现了 所谓的条例 将来应用在国际方面 欧盟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个条例 如果2012年 是希望会实行的 如果真的被它实行 我想地球的人类的健康问题 是会更加严重的 好了 他们在做什么 有什么指引呢 现在在酝酿中 他们会将那些维他命抗物源 由食物分类变为药物 如果他们用的份量是高的 即是食物里面的份量是低的 比如维他命C产是50mg 那你说我用1000mg 2000mg 那这就不是维他命 不是食物 是变为药物 知道吗 突然之间 一个样东西 因为药物的问题 本来一个天然的食物 由食物变为药物 好了 还有一个他们想的念头 就是说 如果一只草药 未在市场 未出现过15年里面 即未曾在市面流行过15年 这些东西一概就叫做药物 就是要受管制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说 将来如果有人发现 这些草药 草药当然不会是新的 自然界一向都存在 他突然间发现某种草药 是可以医精神病的 这种草药是新的 这种发现是新的 好了 这种草药 立刻变成西药 不可以当草药去用 因为未95年 未95年 即是说 将来所有新草药 都不会出现在市面 因为每一种草药 可以用草药去研究 用500亿的美金 去取草药的批评 所以你看到 这个简直是扼杀 一般的人 企图用天然的工具 去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 这个就是欧盟 现在在走这条路 如果让它成功了 之后就很严重 好了 其中一个条例 2002年已经开始了 他将一大串的维他命抗物盐 就设定它的 maximum permitted level 即最高的用量是多少 即是说 如果你一超过这个用量 这种维他命抗物盐 立刻成为西药 就不是当作食物 一成为西药 当然要医生写止 prescribe 才可以用得 可以这样说 有治疗功效的维他命 立刻就会消灭了 很明显 它一定会把这个水准 是设定很低的 低到你根本没有疗效的 那你就可以当作食物 当它的份量是高到某个程度 有疗效 勒克就成为西药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很荒谬 这个dose可以变为是药 和是食物的分别 好了 也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可以叫做 那个声称 医疗效果的声称 或健康的声称 叫做Health Claim Nutrition and Health Claim Regulation 那这个是怎么说的呢 它有两类的claim 一种叫做Generic Generic 就是general claim 即是根据你食物那方面的 科学的根据 就是说 我可以声称这个可以 医疗某种病 某种症状 另外一种叫做Preventive 即是如果说 我吃这些东西 可以预防这些病 他就说 所有那些 那些声称 都要他们批准 你给科学根据 你直接做这方面的研究 给EU Safety Authority 所谓安全食物安全 欧民食物安全的机构 所有都要经过他们批准的 第二件事 如果你说作为一种预防 哇更加厉害了 因为你作为这个预防防 你要做那些所谓叫做Clinical Trial 要像西药那样去做的 所以我看到 肯定这些这样的条例 会只是对那些营养产品 敲出一个死忠 这些藉口一定会消灭他们 好了 还有一个Directive 叫做Human Medicinal Product Directive 这个可以说是最严厉的 因为它会将管理药物的手法 就会包括所有其他的 就是我刚才说 凡尽能够更改身体系统功能的物质 或者饮品都叫做药 所以我们提到 好像香港已经是这样了 在欧洲和外国 它有另外一个营养产品补充剂 除了西药之外 西药和毒药 它是另外一个营养补充剂 将来连这个营养补充剂 都会变成西药 你知道 好像香港现在的情况 管制方面 是会更加严厉的 好了 还有一个 这个新的指引 它说 如果你传统的草药或者治疗工具 如果在欧盟里面 就是已经应用了三十年 那就可以继续贩卖 而其中十五年 就要在欧盟里面用的 但是所有的医学批评 就是说我这种草药可以咳咳咳咳 只是那种很普通的病 但是你说这些严重的病 是不准声称可以这样的 那这种情况 很明显 就会将那些 过去很多 印度草药 中国的草药 就不会进入欧盟的市场 因为你过去没出现 你读草药也不能进入去 而且所有新的药物 都不能够通过这三十年的测试 所以看到如果2012年 这些条例成立了之后 自然医药的工具 就会完全消失了 那就是说它不用控制你 它不用说我不承认你 你那个自然医药的医生的资历 总之我将你的手 将你的工具 你的治疗工具 完全帮你拔走之后 那你做到什么呢 你发挥到什么呢 那就是大部分人 今时间都不知道 这个危机存在了 那2012年 如果这些法例出现了 那我们地球人的健康 会继续一落千丈 所有工具都应用不到 那袁医生 我们大概都对这个自然疗法 有一个更加深的认识 再次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多谢 多谢 拜拜 拜拜